及时新闻综合报道 2月6日花莲强震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行 已与气象主播李富城前后扯总统蔡英文 得不配位 引起舆论踏发 台湾师范大学教授范世平也在脸书上痛批 这些人的说法不但没伤到蔡英文 反而伤到神兰与国民党 真是投机部这十八米 范世平解释得不配位 这句话是长期研究儒家 道家与佛教的南怀经所说 全文是德不配位必有灾秧 意思是居上位者不具相匹配的德性 就会带来上天给予的灾害 他表示这是相当封建说法 就像古代皇帝做错事 没人可惩罚 只能下罪己诏 向上天认罪 范世平批评 李富城长期从事气象工作 应该是最相信科学的 怎会说出这种玄学之说 那2015年2月发生的台南大地震 难道也是因当时总统马英九的德不配位 他认为若李富城当时没这么说 现在却这么说 表示完全是政治立场作祟 导致前后立场不一 若当时民进党也批评马英九是德不配位 同样该被谴责 范世平也反问汪欣怡 是在信哉乐祸吗 他表示如果蔡英文就哉不利 可以严厉批评 可以就是论事 但何必犯政治化 还在搞蓝绿对立 还在对人不对事 这下一次 是对你 会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